土豆講的不對 趕緊進度 前面講的都是比較神經主持的層級 所以接下來談的是那個系統層級 系統層級的話基本上我們就得去看說 因為它是一個整合的中枢 要去做協調這件事情 那個負責整合跟決策呢 在我們的神經系統的架構當中 主要就是腦跟脊髓 所以腦跟脊髓會稱為叫中枢神經 中枢神經系統這個部分的話 就只有這兩個部位 所以大致上還算簡單 那就是說當你這個訊號 在介於熟悉進來到 出去又到達動氣這個過程當中 你有需要做一個相互連結關係的時候 那就是由腦跟脊髓才複合 所以它就是一個協調的這個中枢 那問題是我們身體的範圍比較廣大 所以你現在到底要接收的是 哪一個部位的受信 動氣來的訊息 那你到底要控制哪個地方的動氣 那以神經系統來講 你線要黏到才算出 所以你從腦跟脊髓呢 就要有電線出去 那我們就把那個延伸至腦或脊髓的這些電線 叫做周圍神經 所以周圍神經全部都是電線 那中枢神經就是兩個比較 神經細胞集中的地方 然後腦跟脊髓 那因為你這些周圍神經 這些電線呢 又可能配合腦或配合脊髓 所以呢 再分別稱之為小腦神經 就是跟腦相連 不是只有大腦 腦不是只有大腦 等一下解決這個問題 然後接下來就是跟脊髓 配合的脊神經 那你看那個空間的關係 腦子有集中在這個地方 然後接下來這邊就是脊髓 對不對 所以配合腦神經的舒服會比較少 就是有十二對 對稱的看出來 我們身體是對稱的 所以腦神經是有十二對 那集神經有三十一對 當然配合中初神經他們做的工作 也不盡很相同 因為腦跟集水的功能本來就不一樣 因為這麼複雜的系統 它基本上有分厚的特性 這樣應該可以理解了 好 所以到了系統這個層級來看的話 我們要看腦這個部分 總共可以分成哪些呢 本來有兩顆的 我通常一邊講一邊可以 讓你們去摸一下 另外一顆腦不消失了 所以就是算了 那這顆也是有點靈異 大哥 那你可以踩開啊 這顆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沒有 難得沒寫這樣 我沒有記錯的話 這顆要花錢 花錢 對啊 所以你把花錢弄了 因為就是這個質感啊 當然跟真實的情況有點差別 就是用特殊塑膠可以用很久 最活的 那 所以先從大的 比較 就是外觀上輪迫比較明確的 這邊也是太雜了 然後描面呢基本上呢 比較偏灰色 所以 這樣的圖到全白 其實有一點實真 那應該圖稍微有點灰灰的 那上面最前 上面一直到裡面到後面這個地方 這一塊呢 就是所謂的大 那因為它所在的體積最大 所以我們稱為叫大腦 那如果你從那個 正前方或正後方來看的話 就會發現 中間這邊有一條很大的這個 縫隙 所以大腦呢 基本上是左右對稱的 所以我們習慣上稱為 那個大腦半球 左半球 右半球這樣子 這樣 那往下看的話呢 這個就是小腦體積 第二大的就是它 OK 所以你看那個腦腦也是一樣 它中間有一個縫隙 對不對 所以小腦基本上呢 也是分為兩個半球 所以具有對稱性構造的基本上呢 就是大腦跟小腦做的這個特質 好 那小腦位在哪裡呢 如果你去摸你的後腦掃的話 這邊這樣頭顱摸下來 這個地方就是突然會陷下去 接下來就是脖子的那個脊椎骨的部分 這個頭顱骨結束 剛結束那個附近 那裡面呢 就是小腦 好 那轉進一個方向來看 如果你看側邊的話呢 在大腦中間正下方 或者是小腦之前這地方 會有一根柱子 但這個就是所謂的腦幹 你們國中就學過這個詞 不過 高中我們必須要講得更細一點 所以接下來 就是這種模型的好處 謝謝你 所以別這樣 隨便留定 那邊 好 需要先用這邊 好 所以現在配合我的方向是這樣子 整個大腦的輪廓呢 從這邊一直到這裡 好 這些都是大腦 那大腦分左右兩半球 如果下次有機會啊 家裡買豬腦的話 那個豬腦買來啊 好像好吃 比那個豬腦豆腐還好吃 你把那個中間 表面有一層薄膜 先把它給刮掉 或者用刀把它從中間切開 那你就 回歸一下 然後你就用力這樣把它慢慢剝 你就發現原來那條水垢還蠻深的 這樣子 好 所以左右大腦呢 從中間一剝 剝到最後呢 基本上 左右兩邊相連的地方 只有這裡 黃色這是為了講解它的功能用的 所以黃色這個地方仍然是表面 就是你剝開之後可以看得到的表面 那黃色這個區域的下面這邊 這個圖形的地帶完全是白色的 然後 這個就是左右大腦相連 互相合作 訊息 訊息要往來 都是經過這邊 這個地方稱之為 好 就這裡填肢體 好 欸 禮拜六做什麼 好 好 蠻多的 禮拜六有聽的 就有講到一段很重要的 就是 男生在這個地方 左右大腦之間的連結關係非常弱 有人聽到這個 女生在左右大腦連結的關係會比較緊密 可是 這個是男女生構造上就有人的差異 所以 如果覺得這樣你男朋友神經少一條 不要太在意 想想 他腦就比較簡單 這樣就可以了 蛤 我忘記了 不知道他怎麼講 好 所以接下來 那個 大腦越來越在正中間附近這地方呢 感覺上好像有一根柱子支撐的 當然這也是軟柱子 這就是腦幹 腦幹大概到筆結束這個地方 這是最前端 這整個腦幹的長度 那 所以接下來就很明顯 在腦幹 到大腦這之間 還有一個藍色這個區域有沒有 它標藍色這個區域是為了膚顯出 這個部位比較特別 我們都覺得這個腦應該很實心才對 但是事實上 大腦這個 舔肢體 舔肢體 舔肢體的 左右相連 下面這個地方 黃色這個區域 一直到這裡 下面這小塊黃色 它下面藍色的 它藍色在順勢 沿著這個地方 我幹下來 藍色這邊就沒有問題了 它保證都是液體 那這樣再加上這個地方 左右大腦之間 這個地方 左邊右邊都一樣 這邊是液體 那這些液體的流通的路徑 會跟下面這邊相連 那下面就順著這個藍色的 這個帶狀的區域是不同的 那這裡面的液體叫腦脊液 腦脊液是一個比較特殊的液體 因為 腦部這個地方 它的神經細胞 神經細胞在運作的過程當中 不太喜歡受到血液環境的干擾 因為血液公式有一件事情就很麻煩 就是鑽減 那神經細胞基本上 因為它需要用到電 這個訊息來傳達 好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這樣神經細胞到血液之間 它有一個過渡區域 像腦脊液 這樣子的話 它受到干擾的可能性 可以降低 所以腦脊液 所以如果你有腦壓過大 就算是腦脊液 或者是腦部表面 血液循環系統的問題 好 所以這種地方叫腦室 就是那個房間的意思 房腦室 那腦幹正上方這邊 有一個很明顯的 比較大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大概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手握空拳 這個部位的腦 基本上它旁邊就是一道牆壁 然後中間是空心的 然後 可以這樣講 它位在大腦跟腦幹之間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叫尖腦 所以 克格杖那個圖 因為它是看外觀而已 所以你會看不到說 這是肩腦的特性 肩腦呢 雖然所佔的範圍這麼的大 但肩腦中間是空心 所以它實際上有神經細胞的 只有在表面 這樣OK 好 接下來 往下這個部分 直接頂著肩腦這邊 這個就是腦幹 那你們 國中就只有談到腦幹這個詞 事實上腦幹還要依照它的功能分成散斷 先看這個第一段的地方 一樣 刻本在這個部位 基本上都不算呈現得很清楚 第一個 最前端這邊 範圍很窄的 這個叫中腦 這是腦幹的第一段 從上到下來看 往下這個部分 那個最寬 最寬的這個地方 稱之為叫橋腦 所以中腦 橋腦 過了這個直徑比較寬的這個 這個往下呢一開始慢慢的變瘦了 這段就是 岩腦 你看齁 所以腦幹 接下來 你還得去記 三三段 中腦 橋腦 岩腦 所以 光這些部分 你看你以前所以為的 很多人可能 如果沒有聯想到小腦 可能都直接覺得 腦就是大腦的意思 不對 腦的所有各個部位 不同功能的區域 大腦佔的體積是最大的 然後大腦之間 在平視體下方這邊 有一個尖腦 再往下 中 橋 岩 分三段 腦幹的後方 或大腦後面的下方 這個地方 就是小腦 那要分這麼多的區域 當然還是回歸到功能面的問題 因為 腦部這個地方 它要負責整合的訊息 實在是太多了 所以 如果不這樣子分工的話 基本上這個 交給單一部位來做的話 會比較沉重一點 那你可以看看 一到比例 一到比例 某種角度 也可以是工作負擔的比例 所以大腦基本上負擔很多事情 好 那 這是剖開之後 這個地方 平支體以下 大概呢 中點都是相點的 所以 平支體這個白色弧形以下的話 都是真的把它剖開 那 其他地方我們講說大腦皮層 大腦皮層 大腦皮層包括這些 而且這個地方是表面 那這是上表面 直接眼睛看得到的 這個地方是要剝開才看得到的 那也是表面 對不對 原支體以下是要切開了 才看得到它的這個 剖面的這個結構 所以沒什麼太大的問題 那 可是 就一般外觀上來說的話 至少有兩件事情 你要先知道的 就是 大腦的外觀 就是腦皮層的 我們大概約略 可以把它分成四大區 先看這四大區 就是這一塊 叫做額眼 大概就是 你額頭在這個附近 這裡有一個骨頭 也是有點紋路的地方 到眉睫 眉毛這個附近 這個就是額眼的範圍 接下來 往正上方 信門這個附近 那個就是 領葉 額頭的額 頭頂的領 額領枕 枕領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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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側邊這地方 黃色枕領的區域 我們稱之類叫捏頁 我們稱之類叫捏頁 肺跟腦 蠻喜歡用這個詞 一頁一頁 他就習慣就好了 這是一個說詞 所以 外觀上四大分區 從前到後 額 領 正 那你前後 前後不要搞錯了 因為腦的前面 比較特別的是 旁邊這塊這地方 會有自己的突起 但是是額頁最前面 好 所以 額頂枕 側邊 那其中最容易理解的 最容易理解的是 這樣子 這邊呢 靠近耳朵 也有這樣的方向 好 捏頁這地方靠近耳朵 所以這個地方 主要管什麼 主要管跟聽覺方面的訊息 而關 包括 你聽到聲音 我們剛剛訊息的處理 以聽覺來講 大概是像這樣子 你聽到聲音之後呢 你開始把聲音錄成一個錄音帶 然後接下來呢 就開始去判斷錄音帶裡面的內容 比如說 我現在在講話有聲音 因為電風扇有聲音 因為很快的就區別出 人講話的聲音跟電風扇的聲音是不同的 為什麼 因為雷靖這輩子以來 這邊一直在幫你處理一件事情 你從出生之後 第一次知道說 欸 電風扇在轉的時候 就是那個聲音 所以 將來哪怕電風扇 換成其他的造型 那個聲音的特質很類似 你還是知道 那是電風扇 所以那些相關的訊息 錄錄音帶 要把錄音帶的性質 就是裡面的聲音的特質 把它儲存起來 那個資料庫就儲存在這邊 所以你眼睛閉著 你還是可以聽得到說 欸 旁邊誰在講話 你還是可以聽出來 那個是誰 主要的關鍵都在這邊 後面呢 後面要稍微去想像一下 這是整頁 整頁的話 我們轉一個方向來看的話 眼球大概在這個附近 所以它在眼球的正後方 你後腦朝這邊 管細覺 就是視覺P層 就在這邊 所以這兩塊應該算是比較好理解 聽覺 然後視覺 那鵝叶的話 又拿 那個 孔老師也講 再提一下 就是 男生講話的時候 這邊呢 會有一些活躍的 比較活躍的神經細胞 女生一講話的時候 這邊活躍起來 這邊也活躍起來 這女生一趕上的時候 通知都亮起來 好 大概這次像這樣子 所以 鵝叶這地方管的事情 就超級的多 你的記憶 邏輯 思考 還有部分的情緒等等 都跟這邊有關 所以如果你有興趣說 那個其實都有標符號 如果你有興趣說 哪一個部分主要是負責什麼事情 在一般情況下是負責什麼事情 這你可以去稍微查一下 這樣 OK 我們到達部分 大概就講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 另外一種呈現方式 剛剛是四大分區的 但是這四大分區當中 其實從另外一個 也是很有意義的 所以現在看到這個 額叶的最後面這一段 跟頂叶比較前面這一段 跟頂叶比較前面這一段 有兩個平行的帶狀的區域 一直橫過來喔 那現在是因為 只是要凸顯出這兩個平行 聽到其他地方顏色目標 讓你比較看得清楚 這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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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這兩個帶狀區 會管你的感覺跟運動 什麼叫感覺跟運動 來自於你肢體 躯幹 比如說皮膚有觸壓 很熱痛 這些基本的感覺 以及 你的大腦 要去指揮你的骨骼肌的活動 就是由這兩個平行地帶 管感覺跟運動 所以這就是感覺區跟運動區 橫著過來 而且這邊有一個很大的特色是 你看它標的顏色的範圍 用這個方向來看 從一直外側 然後過來到前面的正上方 然後接下來再進來 對不對 一直到這邊 這邊有另外的特殊功能 到這邊 這裡 如果我們從它的長度來說的話 光是你的手跟臉 就佔用了快三分之二的空間 你看你身體的比例嘛 臉跟手 感覺跟運動都一樣 這邊就佔掉了一半 一半以上 對不對 可是你看你的身體當中 它有一個軀幹 還有兩隻腳 我剛剛講的是手掌 所以還不還手 對不對 這些部位佔的體積比例比較大 可是在感覺運動區這個地方呢 確實佔的差不多將近上的之一 你看喔 所以你看你的手 可以做出這麼多精細的工作 對不對 臉部的表情這麼多 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你從大腦空間上有分配 基本上就可以看得出來了 好 然後接下來 這個地方 先講這個名詞 因為高層上才會 才會再來上腦間 這個就叫邊緣系統 邊緣 邊緣 填織體沿著這個地方的代表區域 一直進來之後到這邊都還看得到 黃色 這是邊緣系統 邊緣系統管什麼事情呢 就是你比較原始的一些情緒 比如說 等下11點半的時候 就開始很焦躁不安 一直想說 金牌在哪裡 金牌在哪裡 剛剛那個比較不原始 好 比如說 就去擦擦擦運動了兩個小時之後 然後 然後你坐下來休息完之後 誒 整個肌肉終於放空下來了 一直說 誒 就開始有一點不安的感覺 想要找水喝 好 這樣比較本能的事情 回台灣 好 另外還管一件事情 就是短期記憶 就是你被電話號碼 被電話號碼的時候 主要是回這裡 所以如果 如果你在被電話號碼 去測這個地方的反應的話 這邊會很活躍 你看好 啊我們短期記憶很可憐 我們短期記憶呢 大概只有八個字 你想一下一下 有沒有哪一個國家 電話號碼很白目 我們還超過八個字的 然後再看那個 那個電話號碼 越轉了 表示那個國家 很準 這個地方 就比較不行 所以我們還不錯 對不對 特別是那個電話號碼 區域碼 靠主要 我們還有八碼 所以我們能力轉不錯 你看好 不過本期記憶很有趣 就是 它那個行程的時間很短暫 而且很容易被占用 最明顯的例子是 你這邊正在 正在背課文的時候有沒有 有時候念那個句子 一句一句 然後好不容易覺得 已經念得有點順暢了 突然就有人叫你名字 哈 那個 本來那句話呢 總共差不多八個字 對不對 然後被人家叫一個名字之後 你的名字三個字 所以只剩五個字 欸 剛剛那句話的 前面三個字怎麼忘啊 所以這是我們短期記憶的特性 所以 那個風浩師講的 要反覆練習 你看 好 你分到哪一邊 你就看哪一邊 因為沒辦法 因為它的說明上 就不太一樣 好 所以 這個話題 大家往中間傳 你看 那個小腦很容易掉啦 就看開一點 反正 那就真的很不堅固 我也沒辦法 那那個本來有一個 比較可以增加摩擦力的那個卡榫 快 等一下 還有一個 你剛好撥開了 你把大腦這樣掛一刀之後 這才是真的 它的表面都是灰色的 因為 你看 我們要 把神經 細胞的主體 就是細胞本體 它都放在表面 那 加上這些 齊躯不平的表面呢 它 可以增加很多的表面積 增加細胞的樹木 對不對 好 那裡面比較白的這些地方呢 叫白質 表面叫灰質 所以灰質是細胞曲體的地方 白質是纖維比較多的地方 OK 可是 這樣的做法的前提是說 那如果受到良好的保護 因為你把細胞最重要的部位 放在表面 所以腦如果不受傷就沒問題 那如果腦如果受傷呢 比如說 腦的表面這地方 別人不講 腦的表面這地方呢 它有血管 這個通過 對不對 那萬一撞到 這個地方 淤血對不對 會像中風的病人 因為血管破裂 所以某個區域開始淤血 那這時候是直接對細胞本體 造成壓迫 對 這時候就可能會導致 某些功能有一點失常 好 這是 這個設計上 當然有顱骨保護 這是正常情況下 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腦漿沒有真正的漿 腦漿是 你回家拿一個豬腦 你把豬腦拿回家 不小心給它掉到地上 你就知道什麼叫腦漿了 以前他念書的時候 有一次就很排目 就是剛好從一個小路口出來 然後前面是大馬路 正要出入口之前 就發現那個地方 站了一個警察 想說在指揮交通 然後呢 結果呢 要過去的時候 明明就是我這邊是綠燈 那你一直趕著 然後只是在做其他事情趕著 我還不想理他 想要衝過去 然後後來我還是乖乖的 把速度放下來 然後還是綠燈啊 可是他就想 叫我 示意叫我停在那邊 然後 然後我就先停下來 然後他說他大概有什麼事情 怎樣做 完全無視於周圍 有很多好東西 然後後來呢 就飛 綠燈轉紅燈 往這轉黃紅燈 終於想說 換我可以走 電壓衝出去的時候 手一擋住 對啊 然後馬上示意指我 叫我看一下地面上這樣子 我就停下來 然後腳才放下來 然後看到我的腳尖的前方 不到辦公室的地方 然後他有一坨東西 對啊 就還是學過生物 感覺還是比較靈敏的一看 然後心裡多麼感激這位警察 即使阻止我 因為只要再多一步 我就踩到某個人的腦槍了 是那個已經 剛剛沒多久之前出車後 那個人已經抬走了 然後就是 頭顱破裂 然後 腦就掉出來了 然後已經爛了 這樣子 那就是腦槍 不一定是大腦 但是就是腦筋 然後已經摔到地上 已經 你回去把那個豬腦 爸爸 用比較便宜的辦法 你去把那個豆腐 很熱的豆腐 去把它摔到地上摔一下 你就會感受到這個 對 所以這樣只是一個形容 他是一個很 所以你以為 你以為他像那個 像那個走哥的那種 膠水這樣子嗎 沒有 沒有 腦部確實有一些液體 可是那液體就是 你就看起來 有一點濕潤的感覺 不是 腦 腦就是這樣子 你可以把一副豬腦 拿回家 所以 那個腦的結構 大致上輪廓是完整的 但是腦的表面 跟剛剛我們講的 裡面的地方 有一些液體流過的地方 那它就是液體啊 它就是很透明 可是它很薄啊 所以你只是會覺得 它腦有一點濕濕的感覺而已 有點濕潤的感覺 對啊 所以是腦的組織 衰爛的那個 那個當下 你才會有看到那種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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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 請看你的大腦管這件事情 一般來說 大腦可以把它叫做 意識中樞 或 留意一下這個之前 我以前也強調過了 如果你有看到 有關 人體講到 隨意這件事情 你就這樣記 隨著大腦的意識 你一直很濕濕濕 叫腦漿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就這樣記 隨著大腦的意識 有什麼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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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對對 聽聽 鹹肉香的感覺 有點類似啊 可是 豬腦很好吃啊 不然你們今天回去 叫媽媽買個豬腦 叫 用真的 調個味 隨 隨意 隨著大腦的意識 所以 它是意識中樞 所以只要你想得到的東西 這種 基本上就是由大腦去主管的 那 感覺運動 這兩個基本的 因為那兩個平行太重 區域太明確了 所以這個地方一定要留意 那 將來到高三 我們可能還是會講到 這些整個區域當中 它的空間分配問題 那接下來 思考記憶語言 一般的說法是 就是 像記憶應該可以歸納為 是人類的所有學習的基本 所以不管你以為你在什麼 用邏輯的方式去思考 同它 它不會跳過記憶 所以有人講說 所謂邏輯思考 是一個更複雜的記憶層面 所以你想要有更複雜的思考 的能力的話 那就需要多多創實你的記憶 然後將這些不同的類型的記憶 可以互相合作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 監腦 監腦上 剛剛看那個母親 大概在這地方 腦幹的上面 那監腦中間是空的 大部分的區域 其實都是異體 腦脊異 那周邊有細胞的地方 大概才這樣分 那個主體 佔有比例最高的這個地方 叫做四丘 監腦分成這兩個部位來談 四丘跟下四丘 其中四丘有一個很重要的是 因為你從身體的構造面來講 你從身體的構造面來講 它離我們身體大部分的部位都很遠 所以萬一你現在訊息 要往回傳到大腦去解讀感覺區 感覺區要能夠判斷說 現在是你的手受到刺激 還是腳受到刺激 對不對 那是觸壓你熱鬥哪一種感覺 所以它勢必要借用一條路 就是脊髓 那這個訊息呢 從脊髓一路上來之後 我們發現 它會在四丘這個地方 換手一次 就是在這個地方形成突出 就是神經纖維到這邊之後呢 形成突出 然後再看 現在呢 要應對到 應對到感覺區的哪個地方 這樣 OK 所以它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的轉介站 這地方是突出很密集的地方 所以如果這邊呢 有一些連結上出現問題 你就想說 明明是你的手 比如說右手受到刺激 結果你感受到左手 這樣就很誇張了 所以 看似功能不重要 好像只中記站 對不對 然後它可有可無事 用到這麼大的體積 絕對不是沒有原因的 好 接下來 這個就更重要的 就是下四丘 四丘向前延伸 有沒有 這個看起來像往下尖尖的這個區域 角落 這個角落其實佔的體積很小 可是你看它的功能連 它控制什麼 它維繫你的體溫 維持你身體的水分平衡 穩定你的血壓 OK 如果睡覺這件事情 有人打到錢人 睡覺這件事情 基本上都會被它管 對不對 所以小小一個部位 然後管的是我們身體 很多生理調節 身體環境的穩定性問題 這樣才可以感受到它的重要性 OK 它跟我們下一個段落要介紹的 又息息相關 我們談腦 它是屬於腦的一個小區域 對不對 但我們發現它可以製造一些化學物質 這些化學物質會進入血液 進入血液之後 它會去影響其它內分泌線的運作 它可以產生激素 可是我們現在討論的不是神經系統 怎麼會扯到激素 因為我們講 神經系統跟內分泌系統的運作 都會有特性 對不對 所以假設有某一件事情在我們身體發生了 那誰來去協調說 這件事情就是由你神經系統去負責 或這件事情該由你內分泌系統去負責 就是它 它就是 不要看它體積真的很小 它代表的是內分泌跟神經系統的 關鍵的協調位置 以它的位置的好處 因為它位於腦的一個部分 所以它可以去廣泛的接納很多的訊息 作為判斷的依據 然後等一下 決定好要怎麼做之後呢 它可以去透過神經的方式處理 也可以去透過內分泌的方式去處理 所以下士丘不要小看它體積小 在我們身體的穩定性這件事情上面它是超級的重要 所以你可以把它當成是它既是神經重疏的一部分 也是內分泌的重疏 雙重角色 好 那接下來 小腦管你什麼事情呢 小腦管一般都會直接講平衡 對不對 好 那什麼樣的事情需要平衡 比如說 你現在走路的時候呢 你會知道 比如說右腳左腳右腳左腳 那你的手怎麼辦 就是舉一向 這樣就是不平衡 連小腦有問題 好 或者你當初在建立這件事情的時候有問題 我們身體的知識的活動 基本上 為什麼連小腦都要兩個半球 是因為 在這地方它的孔翅確實有左右側的問題 你們都聽過那個什麼左腦什麼右的 空車什麼 那個其實主要通常是在講這件事情 但是問題來了 現在那個 骨骼肌的協調 我們需要讓這個動作呢 能夠很有規律性的 然後維持我們身體呢 永遠都是比較偏直力的 你不能輕倒 對不對 好 所以去想像一下 通常你在爬樓梯的時候 對不對 右腳 比如說右腳跨出第一步的時候 左腳自然就跟上 而且會幫你踩在更倒的那一階 對不對 那之後 還需要去想的時候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這樣子 對不對 你在操場上跑步的時候 你也直接決定說 這樣子是比較順 還是這樣子是比較順 還是這樣子是比較順 一衝出去之後 你還在那邊一直想著說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 你跑一次看看 100公尺就好了 但是100公尺裡面一直想著 左腳右腳左腳右腳 就只要這樣子 你會瘋掉 然後有耐心一點 跑一個500公尺看看 那麼 所以 當大腦的運動區 決定說 我要開始做這個動作了 這個訊號一發出去之後 那個部位的骨骼肌就開始動作 之後整個工作交給誰 所以知道整個工作就交給小腦去處理了 大腦這件事情就不管了 除非你改變規律 比如說你本來那個慢 突然間開始用衝刺 那個轉折的過程 基本上又會弄到大腦 因為大腦決定這個動作的步驟 開始要改變 所以大腦會暫時先接收回來管 然後等到你快速衝出去之後 你就一直用那個很快的速度去衝 這時候你就完全忽略了 你手到底怎麼擺不知道 腳怎麼擺也不知道 所以這個時候又是小腦接手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下腦的情況的話 可以有效的減低大腦的負擔 然後再加上 它可以解討左右邊的屍體 補合技的活動 接下來腦幹的部分的話 就分中、喬、眼 從上到下 這應該很好記 中腦、喬、眼腦 中腦基本上它負責 剛剛沒有寫的 中腦它負責視覺跟聽覺的反射 你先記一下 因為這個高層還是要記 所以不如就現在加點記一記 中腦負責視覺跟聽覺的反射 因為你去看中腦的位置 中腦的位置在這邊 它差不多在眼球的後方 差不多在兩個耳朵的連線之間 所以你就用這樣這個方向來記 這只是一個記憶的方式而已 所以它負責視覺跟聽覺的反射 什麼樣視覺的反射 比如說眼前閃落、搶光、瞳孔迅速的動作 這叫視覺反正 這樣這樣 你現在那個什麼 你站在這邊 突然間旁邊不小心丟一個鞭炮 剛好正好丟到你的側邊 你也看了沒看到 突然剛一聲 你身體自然反射一定是往另一個方向 去閃過 這樣這樣 視覺、聽覺 那喬腦的話呢 先暫緩 我們看到眼腦的部分 眼腦的話呢 就是控制你的心搏 好 然後呼吸 心搏 呼吸 然後血管運動 然後再加上這邊 特別有提的 過癮的分泌 然後輕搏 呼吸 好 血管運動 好 所以你的心跳要變快還是變慢 變慢 這個是可以調節的 心跳不跳 基本上助導權主要還是在心臟 對不對 但我可以影響心臟跳快或跳慢 這個時候 眼腦可以負責 好 然後呼吸 呼吸的話 反正 樂見肌跟橫格 那個 收縮 吸氣 放鬆 呼氣 對不對 這樣不就是刺激一下肌肉 讓它收縮 然後呢 不刺激它它就放鬆 結果眼腦不是 眼腦是這樣控制的 它這裡有一群細胞 專門放出一個訊息 告訴虎根的樂見肌跟橫格要收縮 對不對 可是 連肌肉放鬆這件事情 它交給另外一群神經細胞 由它負責放出一個訊息 告訴樂見肌跟橫格要收縮 現在問題來了 你把兩個動作交給兩個不同的控制的細胞 那這會有什麼問題 如果它 他們發出訊息是你先送出一個訊息 之後它換我送出一個訊息 所以你的肌肉就會非常有規律性的 對不對 呼吸嘛 萬一 這個叫吸氣中枢 負責引起肌又收縮 這叫呼氣中枢 負責引起肌又收縮 如果它們不小心 兩個同時發出訊息 那請問你的樂見肌跟橫格 這在怎麼辦 你到底要我收縮還是要我放鬆 對不對 直接噴嚏一看 就是抽筋 要收縮又不收縮 所以狀況下 基本上就很尷尬 這動作到底要怎麼才能夠完成 對不對 所以再往回看 再往回看 喬腦 喬腦負責讓這兩件事情 不會同時發生 它會讓呼氣跟吸氣這兩個動作 永遠是間隔進行 而且 還可以讓呼氣吸氣 這個動作的間隔 變短 都變長 所以你的呼氣的頻率的調節 跟它吸氣相關 所以眼腦裡面那個叫呼吸中枢 喬腦裡面 喬腦我們就把它叫呼吸協調中枢 它會去協調呼氣跟吸氣這兩個動作 這樣會不會吧 所以你要對喬腦的功能 你可能先去看眼腦的呼吸這個功能 會比較好 所以 調節呼氣跟吸氣 這個主要是由眼腦去幫忙的 但呼吸頻率的調節 呼吸吸氣這兩個動作的規律性的調節 主要是由喬腦中枢的 但引發呼吸吸氣基本上是由眼腦 所以眼腦裡面有呼吸中枢 而喬腦代表的是呼吸協調中枢 那眼腦你看 心跳 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呼吸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血管的運動 血管運動 觸進動脈收縮或觸進動脈放鬆 這件事情重不重要 這三件事情剛剛好都跟微氣 你生命息息相關 對不對 所以你看生命中枢比較關鍵的點在哪裡 在這邊 所以腦幹當中真正跟生命的維持裡面 呼吸吸跳血壓 男子炎腦這邊 好 脊髓的話呢 脊髓你可以從這樣來看 腦需要透過脊髓 它才能夠廣泛的接納訊息 跟把訊息給傳出去 所以 脊髓某種角度上 它是被利用的一段路 這樣子 但 除了這個之外 基本上它沒有功能嗎 有這個 它可以負責肢體的反射 以骨骼肌的反射 一般來說 訊息到達脊髓直接再出去 好 所以 比如說上一次 上次講的那個反射的動作裡面 這是吸跳反射 眼鏡像那個膝蓋骨下方韌帶的地方 這一敲擊之後產生一個強烈的刺激 對不對 所以應該有做過 你如果坐在椅子上面 腿部放鬆的話 接下來會有什麼結果 眼鏡像膝蓋骨下方韌帶一朝下去之後 等一下呢 那個 這邊的肌肉緊繃 然後小腿就抬起來 小腿有沒有敲過 有成功嗎 沒成功的 共丟在自己的 沒有沒有 其實你將手刀 那是你的敲擊的位置 的問題而已 就是用手刀其實都可以做得出來 不信你那個腳 人家放鬆 然後自己在那邊敲 就會有點感覺 欸 某一瞬間插下去的時候 那個大腿就有共一下 那種感覺 那表示你就敲對了 好 所以 這個訊息呢 對不對 感覺訊息發生 接下來呢 傳到哪裡 其實它是傳到脊椎就出去了 那馬上呢 傳到那個對應的骨骼肌的地方 產生收縮動作 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西條反射 OK 好 所以我們用這個部分來談那個脊椎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現在整個訊息呢 跟中輸神經有關的是經過脊椎 然後訊息馬上出去 那表示 整個反射動作的中輸 就只知道脊椎而已 所以你會覺得 比如說 有痛的感覺的腳 還要接著釘子腳會縮回來 那也是反射動作 可是你感受到痛 那已經跟大腦有關了 好 所以還沒有感受到痛之前 腳就動作了 手就動作了 OK 這就是一個反射 所以反射的關鍵在哪裡 反射的關鍵就是在於 它不需要經過大腦 所以那個 比如說 你去百貨公司的時候 一開始買了一袋東西 喔 好重喔 不平衡 乾脆呢 再花一點錢 再多買一袋 兩袋就平衡 對不對 然後 一樓走到二樓的時候 發現 這個手袋有點空虛 對不對 手有點空虛 所以這邊再加一袋 不然這邊再加一袋 就兩袋了 對不對 走完十樓之後呢 手袋就是兩大空 這樣子 那本來已經很累了 累到整個身體快要開了 不然間眼睛不知道看到什麼 比如說假設有一雙鞋子 抽不到在那裡 然後你就這樣弄住了 然後完全忽略了 手上有十幾代的東西 躺在那地方 反射 這樣 一旦你大腦不太管這件事情的時候 老實說這些東西 都可以叫做反射 你本來手還在寫筆劑 寫筆劑的時候要聽 問題手還有一直筆在這裡 那也是反射 那我就不管了 你看 所以這時候一些訊息 只有到極水而已 好 所以這種呢 我們可以把那個反射動作的路線 稱為反射壺 從受器接受刺激 感覺神經元傳回來 經過極水的連絡神經元 轉交給運動神經元再出去 這個就是一個所謂的反射壺 那膝跳反射齁 其實用在教科書上來介紹會有一點小小的問題 是因為膝跳反射有一個很扭曲的是 它那個訊號可以直接從感覺神經元跳到運動神經元 對 可是我們前面一開始 最前面就有講到 一般 訊息應該 理論上要經過那個神經元 感覺 連絡 運動 這樣順序才對 那怎麼會在極水這個地方 它可以跳過連絡神經元 因為這個訊息牽涉到的脊髓 剛好是已經是你脊椎五尾巴那個地方了 那個脊髓的空間已經比較窄了 所以感覺神經元其實有機會 直接跳過 就是連絡神經元還在 但是它就略過了這條路線 直接去找那個運動神經元 直接把訊息交給它 那因為你現在從感覺到運動 是不是只要需要經過一次補助 如果你走連絡的話 感覺到連絡連絡到運動 就要經過兩次補助 所以走一個突出的比較快 走兩個突出的比較慢 因為那電線在接 會影響到那個傳遞的速度 所以為什麼反射動作在吸跳 這個部分特別的快 然後 課本來講當然也是可以 可是你們很容易以為 反射動作只要兩個神經元 不對 是這個反射它特意 它只用到兩個神經元 一般的反射還是三個神經元 這樣OK 這邊齁 好 就趕到這裡 那個 我等一下要確定之後 家人家人找我問一下 這樣是 好啦 然後那個 體恤領時的 體恤 算愧疚 都沒有確定